不要因为一场法会的结束过后 就不见了 随上的销售我们再继续 在一些家里 我要走路社区 再接远更加多的 我们一起来录法 延续法皮卢水金藏演绎 马六甲词记和所属南马六个据点 在8月取短37道品入金藏 把我们入金藏水餐的那些师兄姐 再一次的聚在一起 我们在入金藏 跟贴近商人的法 让大家更清楚了解 什么是37株刀品 水餐只是让我们了解 因缘什么是 诸二末做中山奉行 37刀品实际上就是 怎样修我们的心念 就是我们现在有二念起的时候 我们怎样降服自己的心魔 37刀品是邪博的刚明 把37种邪博的方法归纳起来 尤其是正念 以37种方法作为修行的基础 将近半年历 不断透过读书会 歌曲唱颂 演艺排练 实时提醒职工 与民众自我警惕 调伏心地 希望呼吁大家说 从8月到12月的时候 我们要跟37刀品 做一个超连结 我们会以法医为主 做好我们的基础功夫 只要心存正念 以法 制度 再度人 自关便可以 做更多有益人群的事 能够用法 在人群中 那这样的话会越做越欢喜 要面对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才会很快的 那心念转 就是自立在立他人 期待2015年岁末祝福 用手语穿递法语 启发更多人 走向正向的人生 待新闻马来西亚 马六甲综合报道